在福利健康舞姊妹們帶領下 包括市長謝國良 副議長楊秀玉 市議員鄭凱琳 秦珍 余三發 以及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林沛祥議員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 鄭文廷議員 議長 童子偉秘書 和中華民國縣市體育 聯合總會總會長 鄭錦舟等人 都一起跳舞 舞出健康 舞出活力 我們現在在國家新城 以及在西土火車站的樓上 我們都在打造室內的健身中心 到時候一般的民眾 不用加入任何的會員 也可以到這些地方 共同的來舒展筋骨 不過有一些健身器材 還是像這樣子 跟大家聚在一起 跳跳舞 活絡筋骨也運動健身 是最健康的 所以在這邊祝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我們永遠 永遠跟著國一姐 一起運動 一起開心 一起健康 好不好 好不好 很多美容女是我認識的一些好姐妹 所以我以今天來到現場 來鼓勵大家 真的要走出戶外 要動起來 尤其是跳舞這個音樂 音樂真的會療癒身心 音樂也會讓我們身心健康 也是我們健康年輕最好的男方 這場在仁愛國小舉辦的 基隆市運動愛台灣2.0計畫 活力健康五官模賽 就是為了10月底在基隆舉行的 台灣區全國秋季運動會做準備 台灣區全國秋季運動會本來在華臉 因為華臉明年要辦更大 所以臨時改為機會 我們跟市長報告 市長馬上有支持 在我們10月30號 我們有一個3000人 包括說我們的 活力健康舞 土豪舞 柔力球 還有我們的有氧舞蹈 還有我們包括全國的錘球 健道 曼助理球 還有我們很多的比賽 都在基隆辦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頒發獎牌 鼓勵姐妹們努力練習跳舞的辛苦 也呼籲市民朋友多多運動 舒展筋骨 守護自己的健康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